他们在舞台上光彩夺目 他们在影评上大显神通 他们是才华横溢戏曲人 在西游路上任驰骋 这部电视连剧剧的片头一响起 就勾起了无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上期节目中 我们邀请到86版电视连剧《西游记》中 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龙童 电视剧《西游记》的副导演徐浩 以及爱好传统文化的媒体人段淳 一起聊了聊电视剧《西游记》拍摄中 孙悟空这一形象的角色塑造 本期节目 这三位嘉宾还将接着聊聊六小龙童 在孙悟空这一角色背后所经历的故事 有一个印象 《被压五行山》这个集 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 从小我看一回哭一回 小孩儿嘛 容易掉眼泪 真情实感顶到这儿 那情绪到这儿了 我印象当中 那集您在那山底下 我不知道那拍手怎么拍的 是个山洞还是什么 没什么露在外边的 我有形体 我有动作 我有表情 就一张半张脸 还不是一张脸 半张脸 一直守在外边 这个戏您怎么安排呢 所以刚才我们寻导被讲的大文系嘛 这一个是场景很有意思 我跟那些观众讲 我说你们看到这个五行山 有印象 我那是真山 假的 假的 我那是真山 全愣了 确实是真山 是真山 但是我们在云南石陵 正好有一个 这些叫狗洞 有的狗屎 很多 很小 因为那时候我也瘦 就这么 现在这么顺着近年 完了再翻过来 洞 周边稍微放一点 那个泥啊 或者草啊 是这么拍 所以你看 大静静大特写 看得很真实 但这个戏非常难言在哪里 就你看孙悟空的很多一些形体的戏啊 可以帮助啊 或者那个体现孙悟空 基本个性 大家容易讨好 这猴不让它动 你说怎么演戏 那当时我们是一个跟导演一起商量 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后来我记得也是寻找说 你露一个手 本来我们俩手的 可以做很多帮助 但是显得太能火了 太自由了也不行 没有手 你广路一团 那不行 那不行 本身面部已经不太好动了 所以 他说 半个手 我说你还露一只手 卡在这 所以 还生不出来 小猴子 小牛童不是送那个果子 你看擦都不擦 哪个就吃了 首先是生存 对吧 他有更大的一个理想 从一开始你看 愤怒反抗 又一地点 你们骗我了 骗我 行 慢慢老实了 完了开始琢磨 我怎么上车来 对吧 春夏秋冬 那当时拍的 你像美宫啊 我们很多那石膏粉 石膏粉 那个泡沫 我还得我嘴皮 全部烧了 当然不过咽下去 都吐出来了 眼水也没有 完了脸上的泥 没有水 让那个马撒泡尿 对 马尿和那泥 往脸上呼 就 我们那环境找不着水 对吧 您这太虐待演员了 那没办法 是 那你一提点办法没有 那双眼睛 我觉得那时候 吴总光先生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在大众电影上 叫一伤 让我永久难忘的眼睛 就是说 孙悟空那个无可 那还有这个眼神 因为他别的都不能动 就是这个静静 推过来以后 他有很多闪现 当年他那种威风 那种传奇的经历 就这个是打动 很多人的地方 但是也是 我们讲 就是孙悟空的演员 或者侯熙演员 按戏学来讲 最难演的地方 对 心爱未必死 想望着逍遥自在 逍遥自在 哪怕是 夜或焚烧 哪怕是 冰雪不改 依然是指向不改 依然是信念不衰 我以舞台上的观众很远 大家主要是靠行题要唱 他这没有 很多人靠一种 春夏秋冬 五百年风风雨雨 但是这个我又把 整个孙悟空的 这个 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因为前面是打到天空的辉煌 是他的英雄谱 那之后唐僧把他救出来 就是他的创业事 他又更大的大叶在后面 但是你怎么去演这段戏 这个很重要 如果演了孙悟空以后 这个角色 这孙悟空这种侯王 那种威严他没有了 但是完全还跟原来一样 那就孙悟空这五百年 还没有教训 还没有误到东西 所以我说 跟年轻的大学生讲 我说我当时给他误了 十二个现代词 就是总结过去 正是现在 我说还有四个字呢 像北大清华大部分 包括国外那些大学生 都会说 展望未来吗 没有错 我说是确实没有错 也对 但是我自己本人 更希望用 另外四个字 就是设计未来 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 比如大闹天空 偷逃盗弹 那个是 尤其是京剧 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那个李万春 李少春 二李 那个已经创造了 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 这个美后王 那么一朝一世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 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 甚至最大的可能 把那些精华的东西 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超过了 他跟我讲 进去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 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李先生跟我讲 你花果山上的是仙桃 仙桃 神仙的仙的仙桃 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 就是新仙的新仙 吃法师不一样 就跟我讲了很多 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子 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 就把我看一些录像 听寻导人 他们跟我讲舞台上 那些豪演员 他们是怎么演 怎么发现这个套 因为这个官 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安排 秩序是一样的 对 从发现到去拿 他不敢拿 是吧 只有拿些 看之后没有 今天不是小偷 他们随意 好像奇怪 奇怪了 我来看看 这什么东西 甜甜 挺好吃的 可是有毛 我来抠一口 咬一口吃 挺好 咬一口吃 挺好 又吃又快又吃又快 这个其实来自 因为戏区已经把他 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 他给他规范化 相对就是固定 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 其实也很生活 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 就都是一种技巧 整个苹果啃 那个皮不断 很长的一条 一长条 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他是舞台外的效果 为了效果 但是我们演的时候 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好 因为这些什么都没有 它是怎么会 这些人 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 他们帮我设计了很好的一个处理 比如一个长桌那么高 现在跳不上去了 就现在就行了 我这一看 蹭你们上去跳上去 完了再下来再看看 先拿着紫葡萄 刚要吃 又一看有没有人 因为直接吃桃 就等于跟戏剧一样了 对吧 我记得还有紫葡萄 这就是您说的初心 对 完了 慢慢就是初心 而且这个吃 还要跟我讲 就他不是为了猴子爱吃桃而吃桃 就你们没有把我美猴王当回事 对 我给你遭遇了 我来毁你了 吃一口扔了 吃一口扔了 是这种情绪吃 最后他们喝多了吗 你看那个 你如果跟我讲 很美的 像一个下药眼 啪那酒壶 倒着 喝了一点 人家这种情绪 又把戏曲的一些 吃桃的一些精华的动作 生活化的融在 这一段戏里头 吃桃的一段戏 吃桃的 像他想拿誘一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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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包括它 那个导弹 也是 对 是吧 我们把葫芦拿下来 看 这没见过这个东西 一个烧米哥 一个盖 打掉 可能冒出了一点香气 打了一个剃盆 对吧 完了一咬 好像里头有颗粒的东西 最后到处 哎呀 这么亮 没发现过 先吃一颗 感觉感觉 嚼一嚼 哎呀很好吃 最后像炒豆一样吃 它不是有台词的吗 就这些过程 我们既要源于舞台 还要高于舞台 因为你舞台 它毕竟是人在演 我们可以用很多技术手段 设备技术道具 所以你看我们用了一个 那时候我记得是走了一个 这个前方 前方 倒放上来落地以后 最后有一个绕着那个整个一个单楼 拔花楼转一圈 这种东西可能又在电视剧的这个风格上 又做了一些生活 好 好 所以我说我一生当中遇到这么多的老师 尤其是在西游记剧组 除了杨洁导演以外 还有寻导人导 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老师前辈 来体现你 才有可能看到他在今天的这个西游记 所以他后面我们一千多号人 第一不用了六年的时间 美工啊 我们的化妆啊 我们的编剧导演不用说了 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共同就是以西游记的精神去拍西游记 所以这么多年 你看就第一部六年的话也是世界之罪了 如果两部连起来是前后加起来17年 跟真正就是唐僧的原型 玄奘大师 西天取经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我有时候跟他们讲 就我们拍戏是从事艺术干燃的事件 更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弘扬一种精神 刚才我们寻导师在讲 就是弘扬西游文化 传承侯王精神 就是我们年轻演员也是一样 拼搏进去 不屈不脑 永不掩埋 尤其是乐观向上 不要气馁 慢慢坚持 最后慢慢都会赢得大家的关注和尊重 所以我想从这方面我们通过西游记这样 长年的不断的播出能够引起海内外观众更多的一个认可 现在像去年尼泊尔语 那个那个是印度那边 包括我们那个像那个泰国 大家都看到缅甸 都有各种语言在播我们的央视版的西游记 也希望通过西游记这样一种文化 能够增强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这样友好的一个情感 这个戏 咱们也算自私自来吧 能够成功 就因为有戏曲 传统戏曲文化真是 戏曲演员是聪明的戏曲演员 戏曲演员基本上不是在演戏 是演电视剧 更生活化 又把戏曲东西融到里边 让你看不出来 又用的那个点又恰到好处 所以这个戏曲成功呢 感谢咱们这个集体 刚才张老师说 这个戏曲大家一直都在做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您也是一直在做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整个西游记剧组也是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文化有追求 我们对把这片子拍好了有追求 所以这个剧到现在才能这么成功 我刚才说我从这么点开始看 您看我现在都这么大高个儿 到每年播的时候我还看 也有更多的小孩 更多的年轻人在看 在喜欢您的艺术 在欣赏徐老师当年的创作 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您张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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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喝水 好 来来来 咱们以茶代酒 以茶代酒 好 感谢张老师 应该应该 谢谢啊 谢谢这栏目 谢谢这小伙子 姓段 姓很想亮 咱不说是谁 西徐海峰 欢迎各位能多来我们这 好 咱以茶为尽 谢谢啊 咱俩你们报告 重重身体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popped step paved 走 锅